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军为我不敢出战 待我与禁笔老将军会商之后再行定夺 无令不得妄动 段福成与部将们大大泄气 便各自回营修整歇息 等候将令 急至入夜不见韩鹏将令 秦军又毫无动静 铁山骑营大势松弛了 段福成与前来请令的部将们索性饮了一通酒 骂骂咧咧散去睡大觉了 正在憨梦之中 突闻杀声震天 段福成一个机灵从军榻上滚了下来冲出幕府 只见大片火把从山顶压来在军营晃动 幕府外杀成了一片 四面山野一片战马斯民 幕府军力司马卫士一个不见人影 段福成一身冷汗 反身近仗摘下长剑冲了出去 却见幕府大盗旗下十多个军力 卫士正被三个黑铁塔般的甲士逼得团团乱转 段福成大喝一声 丢开缠斗 上马列阵 一个司马锐声极喊 战马被秦军放火烧散了 段福成急怒攻心 狂奔上发令高台 抓起一对大锤猛雷战鼓 鼓声大作之际 四面韩军一片呼啸 挣脱秦军缠斗 向巨匠鼓奔来 正在此时 一片火把狂飙般从山腰卷来 火把下正是白起亲自率领的威风凛凛的百人瑞士队 白起很清楚 一千人 无论如何勇猛 也不能将三万韩军骑士尽数歼灭 只有尽可能的秦沙大将 使韩军陷入全局性混乱 围绕这个目标 白起军令简单明确 烧马 杀将 搅乱各债 分兵攻伐也主次分明 一个百人队袭击马舅 一个百人队袭杀大将 其余八个百人队一律以十为单元 分作八十个小队 同时袭击主要军帐 如此一来 韩军举凡千副长以上的将军赢磊 以及马舅粮草几乎在同一时间 骑火受袭 相互不能为援 一时大为混乱 白起百人队身负秦沙大将重任 没有一路寒战 潜入铁山军营后 一直隐蔽在中军幕府后的临巡山石中 白起要在举火袭击后 诱出幕府将士 确认主将段福成 而后一举即杀 白起思虑周密 深恐主将不在幕府而轻易出击 最有威力的第一波猛攻便要空号 即使段福成 奔上土台击鼓巨匠 白起立即确认了主将 诱然举火全力杀出 此时恰逢四面乱军奔来 脚步隆隆势如潮水 白起大喝一声 九十党外 一时断后 飞身直取高大骨架下的段福成 正在击鼓的段福成不及细响 双手骨锤流星砸出 接着长剑在手迎面直刺 对面黑鹰不闪不避 一对骨锤砸在铁甲之上直飞夜空 段福成长剑堪堪伸直 便听一声金铁大响 长剑脱手飞出 迎面一道雪亮见光闪电般 扑的 透胸穿过 段福成尚未喊出一声好快 已经鲜血喷涌 倒地身亡 白起一剑砍下段福成头颅 大喝一声 段福成首级在此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飞至了出去 四面拥来的韩军 尚未与降台前的铁英瑞士交手 便见一颗人头 凌空飞来 火把之下 段福成的长须白面 清晰可变 一个韩军将领一声嘶喊 将军战死 杀出山前 韩军一片呼啸 又潮水般卷了回去 没有马匹的便跟在马后崩溃而去 白起一声大喝 收队 双鸾峡谷 千人队迅速回卷 从山后向祖劫禁比大军的雄尔山 双鸾峰急行而来 天亮时分 铁山韩军三万骑兵全部被剑 一阳两万守城步兵 现成投降 韩国上将军韩鹏 在西渡水河谷被秦军活擒 魏国禁比大军 在双鸾峡谷前遭遇秦军三万步兵的强硬抗击 丢下了两万多具尸体 不能越雷池半步 红日东出 看着遍野尸体 看着一阳城头黑色的秦字大旗 尽比咬牙切齿的一批令旗 撤军回了魏国 兴奋之余 甘茂破例在夷阳城外大宴三军将士 同时飞骑尚书咸阳 请秦武王驾临夷阳东进州市 寻日之后 秦武王在六千王室进军护卫下抵� 梦金渡口 甘茂亲率众将呈大洲横渡北岸迎来 浏览完干冒地上来的军功册 秦武王大势振作 站在摇车上宣布了三道王书 卓声白山为咸阳令 立即还都镇守咸阳城防 卓声白起为前军副将 带行前军主将职权 其余有功将士 进阶按照军功策 进决加职 王书一下 三军欢呼 人人振奋 当晚庆功大宴后 秦武王与甘茂 记忆斟酌 立派白山率领五万大军 从寒谷关返回秦国 大军留住蓝田大营 白山进回咸阳赋任 留下的五万大军 由前军副将白起 辅助上将军甘茂 通辖节制 实际将具体号令权 交给了白起 清晨卯时 太阳刚刚爬上夷阳城头 秦武王君臣嫔妃 进军将士万余人 乘坐百余条大船 渡过孟金 在大河南岸 汇齐五万大军 列开大阵 向洛阳浩浩压来 大军推进两个时辰后 洛阳王城遥遥在望 急目看去 一座硕大孤城 矗立在春日夕阳之下 满目荒凉 一片消疏 田野里没有农夫 官道上没有车马 既没有秦武王想象的 游人踏青春歌护达的 王己国锋 更没有商旅示唤 浮凑云集的繁华 在秦武王的三川大梦里 洛阳王室是天下文明冤首 是金碧辉煌 光焰万丈的殿堂 纵然军力不济 财富风华 仍当是天上仙境 如今 看着王城破败若此 一片冰凉 驻然渗透了身心 看着城外大庭下一片黯淡的红色人群 秦武王连询问的兴趣都没有了 瞄着一片破败的王室遗仗 听着有气无力的宋歌 秦武王心下一片茫然 交迎司礼大臣一声长宣 秦王入城 秦武王恍然醒悟 略以私存下令 大军驻扎城外 明日清晨入城 前来交迎的周氏太师 严帅不禁愕然 转念间又大胆宽慰 老夫急行入城 奏请天子 犒赏三军 秦武王马边 敲着战车 极为不耐道 嗯 慎个犒赏 不必过躁 明日迎候 丹帽对秦武王秉姓 支支甚深 转身对白起下令 大军就地扎营 白起早已将四周地形 看得分明 令旗一摆 四面扎营 拱卫幕府王丈 五万铁骑立即按照不武 踏踏分开扎营 将秦武王的幕府王丈 拱卫在中央地带 片刻之后 炊烟四面升起 营地进入了秩序 井然的夜营防守 秦武王一夜没有安宁 辗转反侧 总是抹不去一个突然浮现的念头 洛阳之行得不偿失 洛阳三川这般索然无味 自己却当作第一件大事来做 逼得六国恢复了合纵 且落得个同缘相残 非王非礼的恶名 秦国赴此恶名却一无所得 秦武王第一次隐隐约约地 决到了自己的鲁莽 决到了父王与张仪的老辣 放着近在咫尺的洛阳王城 就是不礼 只全力以赴地 与中原战国斡旋 那时候 自己对张仪的一粒连横 是蔑视的 有秦国熊皮瑞士二十万 放开手脚 从寒谷关外排头杀去 三年内定然静灭天下 何须来回扯去 木瑕想来 似乎哪里不妥 不说别的 洛阳一般师 他便要面临与六国合纵开打的局面 从夷阳之战看 若非白起提出的奇袭方略 战胜六国联军 绝非易事 想着想着 秦武王有些埋怨甘冒了 一个丞相 兼领上将军 如何不能提出更高明的方略 而只顺着君王心意来 看来 必须在洛阳有所收获 可收获个甚也 洛阳有甚呢 红日出生 严帅率领周氏老少群臣 出城迎接 甘冒赶来请令如何进城 秦武王第一次发问 丞相以为如何进城 甘冒拱手达道 扬我军委 大军开计 秦武王却意外下令 大军驻扎城外 大臣 嫔妃 将领 并一千铁骑入城 甘冒略一愣政 大步去了 片刻之后 白起亲帅本部千人队 护卫着秦武王车架 淋淋隆隆地开进了洛阳 大型青铜战车 隆隆碾过长街 凌落匆忙的国人 连忙哗然闪开 秦武王轻蔑地冷笑着 脚下一跺 大型战车抛下 严帅一行 镜字隆隆 冲进了王城 幽深的门洞 洛阳王城 历经春秋战国 数百年沧桑 一片荒凉破败 高高的宫墙垫脊 遮住了明媚的春光 层层叠叠的宫殿楼宇如 高山峡谷 使方方庭院都笼罩在深深的幽暗之中 秦武王一抬头 只有头顶一方蓝天白云悬在宫殿峡谷之上 正殿广场的大清砖缝隙里 荒草摇曳 雄伟的九顶 默然触立 石有鸦雀从大顶尔的巢中飞出 盘旋飞舞周焦鸣叫 使臣记的功成如同深山幽谷 秦武王正在继续着昨夜的失落感慨 却闻一阵乐声 一队王室遗仗从东边偏殿缓缓涌出 后边匆匆赶来的老太师严帅一声高颂 天子驾临 秦王觐见 宣声落点 一个身披大红金丝斗篷 头戴六寸红玉冠的少年 从遗仗中央走了出来 秦武王心知 这是新晋即位的周王 却只在战车上一拱手高声道 秦王迎荡 拜会周王 完全没有觐见天子的礼仪 在周礼中是大大的僭越 少年周王浑然无觉照样一拱手 秦王远方跪客 光临洛阳不胜荣幸 秦武王见少年天子还算通达 不再坐大 飞身跳下战车伸伸一躬 应当叨扰天子 信物怪罪 少年人后来 少年周王勉励一笑 周秦同宗 秦儒手足 秦王远来 王室当设宴洗尘 请入大殿 严帅为免难堪 抢先一步高声道 老夫为秦王导饮 请 领着秦武王向东偏殿而来 殿中酒宴原已备好 秦武王一描作息为此 竟自大步向并列的主案走去 身后的少年周王一脸苦涩笑容 平静地走到了另一张主案前 秦王请入座 秦武王高声大气道 王城酒宴生平所愿也 多谢周王 周王淡淡笑道 宾主之礼何须言谢 一时双方坐定 秦武王带来了十六名嫔妃 全是没有见识过洛阳王城的西部女子 她们五彩缤纷地在秦武王身后 排开一片大岸 似笑非笑地注视着岸上粗茧的韭菜 莹莹清笑中充满鄙夷的神色 在周氏君臣看来 成群嫔妃是根本不能在邦交大宴中就坐的 更不要说一片嬉笑了 然则 时也是也 面对秦武王这等势力以为奋土的强悍君主 面对这些缺少王化的西部女子 周氏君臣无可奈何 只有尴尬地陪坐了 一时人人面红过耳 坐中没有一丝迎宾喜气 红衣司礼大臣一声高宣 为秦王喜沉 奏乐 随着悠扬的大雅乐声 周氏君臣方才松范了一些 少年周王举起了青铜大绝 诸位同甘此绝 为秦王接风喜沉 周氏沉重按着礼制跟着移送 秦王康剑 再见大功 秦国大臣将领 与嫔妃却是一声高呼 秦王万岁 敢 一片轰鸣 鸦雀惊飞 周氏沉重面面相去 举着大统诀 不知如何应对了 秦武王举着九诀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老秦人粗朴少闻 来 干了便是 也不像身边天子道谢 静字一饮而尽 秦国将领大臣与嫔妃 也是齐喊一声 干 一片鼓鼓声中人人空诀 周氏沉重 却看着少年天子慢慢引进 方才默默戳肝 双方毫不搭调 秦武王嘖嘖扎摸 大是摇头 哎呀 洛阳王氏天子之酒 怎这般博寡无畏 两方冷猪肉 有甚跌头 洛阳天子当真 破败若此 太师严帅 忙拱手陪笑 哎呀 秦王明鉴 周氏素无土地民众治权 百余年来诸侯贡品 日渐断绝 王氏赋税 连日常之用 尚且难以维持也 众臣面红耳赤 少年周王一声长叹 一时泪水盈眶 啪的一声 秦武王拍案高声道 如此天子 有甚个当头 来人 搬出本王带来的大秦酒 再搬出军食牛羊 鹿熊肉 大跌痛饮 话音落点 百企豁然起身出殿 片刻间 一队兵士 鱼罐而入 搬来五十个黑色大坛 每个大坛上贴一方红布 一个大大的秦字 赫然入目 又有一队兵士 鱼罐而入 捧进大盘 酱色干肉 每按一盘浓郁的肉香 顿时弥漫开来 秦武王大笑道 哈哈哈哈 稀奇风味 请天子品尝 少年周王浑身一颤 气不成声